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农历8月23日 雍正帝应征于圆明园驾崩 内侍取出雍正遗诏 宣布由黄四子弘历继承大统 视为乾隆帝 雍正的这份遗诏多达1200余字 其中除了提及黄四子弘历的名字外 还提到了允禄、允礼、张廷玉和鄂尔泰等大臣 允礼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果郡王 不过此时他已被封为果卿王 雍正在遗诏中这么说允礼 果卿王致性忠直 才是巨优 识国家有用之才 但平时气体轻弱 不耐劳粹 躺于大势 诸王大臣当体之 务使其伤损其身 若因此而损贤王精神 不能为国家办理政务 则甚为可惜 这段话很长 有三层意思 第一 允礼是国家栋梁 第二 允礼身体不好 第三 要多照顾他 善待他 不能让他中途损伤了 言下之意 是让继位的乾隆帝尊重允礼 善待允礼 那么 历史上的允礼 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他为何值得雍正如此嘱托呢 本集将和大家分享果郡王允礼 希望通过史料和分析 重新认识这位英俊潇洒的清朝王爷 一 母亲和四哥一样大 允礼 原名印礼 因雍正帝印针登基后 兄弟们要避讳印字 因此改为允礼 根据《清史稿诸王传》记载 《国义亲王云里》 圣祖第十七子 云里本是康熙第二十七子 因前面有部分兄弟夭折 因此叙齿第十七 人称十七爷 云里生于康熙三十六年 公元一六九七年 三月初二 其母为汉军旗包衣秦平尘世 根据八旗造诵奏折事件 清策记载 云里的母族陈姓族人 早在努尔哈池时代 就已经是满洲乡黄旗的包衣了 后来 胎入乡黄旗汉军旗 还曾短暂地改为陈家世 云里的外公名叫陈熙和 是一个二等侍卫 这说明 云里的母亲 秦平陈氏的出身并不高 康熙三十三年 陈氏通过选秀入宫 被康熙选中 成为一名庶妃 虽然史书中 没有记载陈氏的年龄 但由于清朝秀女的年龄 一般在十四到十六岁之间 也就是说 陈氏很可能出生在 康熙十七年到康熙十九年之间 而根据清史稿记载 雍正帝印针是康熙十七年出生的 也就是说 云里的母亲和他的四哥印针的年纪 是差不多大的 换个角度来说 若雍正的长子红辉没有夭折 他正好和云里是同一年出生的 这也是为何雍正对云里 十分亲厚的原因之一 后面还会说到 在清代后宫 一般生下皇子的树妃很快就会被晋升为魏粉 但云里之母陈氏却并没有如此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 康熙才封他为秦平 而这一年 云里已经二十一岁了 和陈氏同时被晋升为平的 还有十二阿哥允桃的母亲瓦刘哈士 他当时被封为定平 由此可见 秦平的出身不仅不高贵 他在皇宫中或许也不受宠 有不受宠的母亲 就会有不受宠的皇子 因此 云里在康熙朝并不受重视 《青史稿云里传》对于云里在康熙朝的事件 只记载了一句话 康熙四十四年 从信塞外 自使者从 意思是说 从康熙四十四年起 云里跟随康熙到塞外出巡 此后每次康熙出巡 都会带着云里 需要说明的是 康熙每次都带着云里 并非云里有什么过人之处 而是康熙带着十岁以上的皇子出巡 是惯例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云里在康熙朝并不受重视 那就是康熙始终没有给云里封任何爵位 康熙驾崩那年 云里已经二十五岁了 他甚至连个辈子或郑国将军头衔都没有 在别人眼中 他只是一位皇子 一位低调且不受宠的皇子 正是因为云里不受宠 也没有在康熙朝办差 这才养成了他田丹的性格 云里在诗词 书法和音律方面都很有造诣 若放在士大夫家庭 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位翩翩君子 综上所述 云里贵为康熙的第十七子 然而 他和他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康熙的格外垂青 他没有爵位 没有差事 更没有资本参与夺嫡 这也是雍正后来会重用他的原因之一 二 十七比十三小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康熙帝玄业在畅川原驾崩 四阿哥应征继承皇位 视为雍正帝 雍正帝是一位优秀的封建统治者 同时 他也是一位牙字必报的帝王 雍正登基后 立即着升嫡系十三爷允祥为宜亲王 和龙科多马齐一起总理事务 与此同时 雍正对自己当年的夺嫡对手采取了分化打击 他一方面封隐四八阿哥为廉亲王 一方面夺取隐提十四阿哥的兵权 将其幽禁于皇陵 对隐唐九阿哥也除重拳打击 待雍正站稳脚跟 隐四也很快被扳倒 虽说雍正残酷地打压了隐四集团 但他对其他没有参与夺地的兄弟还是比较有温度的 毕竟 雍正也需要兄弟来帮衬 这时 年轻的云里便走进了雍正的视线 为了检验云里的能力 雍正先给云里派了一个任务 让他去修饰康熙帝的锦灵 第二年 雍正元年 雍正见云里办事认真 下指加封他为果郡王 并且让他管理理藩院 雍正在加封云里的圣旨上说道 锦灵办理修士甚好 十七阿哥 孙扎齐 萨尔纳甚属尽心 尽尽效力 十七阿哥封郡王 从一个无关无绝的皇子 连升数级 直接成为郡王 还被任命掌管理藩院 这对当时的云里来说 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清朝的理藩院原名为蒙古衙门 是负责管理清朝和蒙古各部 以及其他藩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差事关系到帝国的形象 雍正把它交给云里 也存在锻炼云里的动机 一个月后 云里又添了新差事 雍正命果郡王云里 担任右翼前锋统领 而后又担任正皇旗蒙古都统 到了七月 云里在兼任湘兰旗汉军都统职务 并获赐一万两白银 在短短的七个月内 云里不仅有了郡王爵位 有了差事 更掌管了两栖奇物 受雍正以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那么 雍正为何要对云里格外垂青呢 可能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云里并未参与夺敌 他和雍正素无嫌隙 和云里有相同情况的 还有一人 那就是十二阿哥允桃 他也被雍正加分为吕郡王 第二 云里的生母 秦平的地位不高 这些意味着 云里对雍正产生不了任何威胁 第三 雍正在处理允堂 允提之后 背负了部分舆论压力 他需要和其他皇子搞好关系 以彰显皇家兄友帝宫的形象 而云里和雍正年龄相差甚远 雍正长时间把他当孩子看 因此选择雍里来培养最为合适 雍正二年 屡亲王允桃英志士不仅被贬为被子后 雍正身边得利的兄弟 除了一亲王允祥之外 也就果郡王云里最为得利当时雍正对三哥 五弟等人甚有戒心 所以 雍正开始有意抬举云里 雍正不仅让云里在兼任乡红旗满洲都统 还让云里代替自己出席忌孔仪式 到了雍正二年八月 云里已经以郡王的身份享受亲王的俸禄 其入宫探视母妃 都是按亲王礼节 这一系列操作 提高了云里在宗室中的声望 在亲帝中 雍正帝在拉拢人心方面绝对是佼佼者 雍正四年 雍正下旨进封云里的生母秦平为皇考秦妃 这让雍里感动不已 雍里是个至孝之人 母亲能晋升为妃 意味着母亲百年之后能够葬入先帝飞原前列 雍里入宫向雍正叩首 当场泪流不止 到了雍正六年 雍里开启了他王爷生涯的高峰 因为这一年雍正正式进封云里为和硕国亲王 并且下旨 由云里身兼正皇旗蒙古都统 向红旗满洲都统 向蓝旗汉军都统 向蓝旗蒙古都统 这意味着 八旗二十四都统中 国亲王云里一人占了六分之一 这种长四旗都统的王爷 纵观清朝 也是极为罕见的 雍正为何要如此破格提拔云里呢 这在当时是有特殊背景的 因为雍正的公骨兄弟 十三爷允祥已经病重 体不能知 雍正即需要一个皇帝来接替允祥 他选中了云里 于是 在雍正六年 除了十三爷允祥之外 十七爷允祢是雍正诸地中权力最高者 三 父亲给儿子的一封信 雍正七年 雍里奉命管理公布 到了雍正八年的八月二十日 雍里同管户部三窟事务 注意 雍正八年的五月初四 雍正最爱的十三弟允祥病逝 年仅四十四岁 雍正不仅给十三弟配享太妙 还将十三弟的名字重新改为印祥 而雍里同管户部三窟 就发生在允祥的丧事结束之后 不仅如此 在此后 雍里又接管了李宗仁府 及其务 军务 户部和宗室大权于一身 这样的雍里 实际上就是另一个允祥 雍正十二年 雍正派雍里远赴西藏 代表朝廷会见第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措 雍里在四川和西藏 驻留了九个多月 这期间 雍正帝已经逐渐病重 雍正十三年 公元1735年四月 雍里回京向雍正复命 几个月后 雍正帝驾崩 雍正帝驾崩的时间 是农历八月二十三日 邱逸正农 当云里接到消息赶到圆明园时 张廷玉 厄尔泰以及弘历 弘昼等人已经到场 张廷玉按雍正生前所述 命内是在正大光明排点后 取出遗诏 厄尔泰代为宣读 雍正的这份遗诏较长 也比较奇怪 遗诏中除了明确传位于宝亲王弘历外 还重点向乾隆提起五个人的名字 按照遗诏中的顺序 这五个人分别是 一 弘昼 雍正的第五子 丰和亲王 在遗诏中 雍正对乾隆这么说起弘昼 欲和亲王弘昼同气至亲 实为一体 由当诚心有爱 修其相关 言下之意 希望乾隆和亲弟弟同气连之 不要做出残害手足之事 二 允路 康熙第十六子 雍正之地 被封为庄亲王 遗诏中说 庄亲王心地纯良 和平谨慎 但遇事少担当 然必不至于错误 意思是 庄亲王是个好叔叔 你用他办小事 他肯定不会出错 但办大事不行 他担当不足 三 云里 康熙第十七子 雍正之地 被封为果亲王 雍正对云里的描述比较长 在本集开篇已经引用过 这里不再赘述 意思是 你十七书性格中直 能力和见识都是一流的 是朝廷的动良之才 但是 他身体太弱 如果遇到大事 你要多体谅他 如果让他中途损伤了 那就太可惜了 四 张廷玉 宝和殿大学士 君基大臣 厄尔泰 宝和殿大学士 君基大臣 张廷玉和厄尔泰 都是那个大学士 君基大臣 雍正是把他俩放在一起说的 意思是 张廷玉和厄尔泰两人 都是我看好的治国老臣 我可以确保他们俩的忠贞 百年之后 你还要将他们俩配享太妙 以彰显我们父子对他们的礼遇 雍正之所以重点对乾隆交代以上五人 其目的是要让乾隆学会使用他们 然而 我们纵向观察会发现 同样是亲王 雍正对云里的评价比允路要更正面 更详细 言语之中 多希望乾隆以后能够多倚仗云里 用好云里 善待云里 那么 雍正临终前 为何要乾隆善待云里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 云里在雍正末期 已经身兼树职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是可以倚仗的皇叔 第二 雍正担心乾隆登基之初 在宗室中 身担力薄 因此希望他多借助皇叔的力量 正如雍正所说 云里是个忠职之人 他从始至终都未参与过皇位的争夺 对雍正也非常恭敬和忠心 因此可以成为乾隆的公骨 第三 特别提到云里体弱 雍正希望乾隆保护好云里 避免让他不宜亲王允祥 英年早逝的后尘 雍正是一位帝王 同时他也是一位父亲 雍正的遗诏 除了传位外 更像是父亲给儿子的一封信 从遗诏的字里行间里 能看出他对乾隆的全权之心 和适度之情 四 诸侯之见何如 世年 乾隆登基 按照雍正的遗愿 乾隆命云里 人录 张廷玉 厄尔泰四人为顾命大臣 协理证物 乾隆当时对云里非常倚重 有时候云里甚至一日要被乾隆传召数次 云里在乾隆面前也非常谨慎 不敢端着皇叔的架子 哪怕乾隆要给他赐座 他都要跪下来扣谢 云里的表现让乾隆非常受用 乾隆元年九月 乾隆赐云里亲王双凤 并下指 果亲王便殿赐座时 居行拜礼 朕心身为不安 皆圣祖人皇帝之子 大行皇帝之地 于朕为书 行辈慎尊 岂可常行拜礼 于朕前呼 乾隆的意思是说 果亲王云里是先帝之地 朕的书背 每次都给朕行礼 朕心礼不安 免了云里在非正式场合的叩拜之礼 同日 乾隆又给云里之母情妃 加了辉号 云里拿双份工资 又在御前免贵 母亲又被加辉号 感动得不行 更加下定决心为乾隆卖死利 接下来 他为乾隆制定清道乾梁最历 和编转是宗宪皇帝上誉 同时 乾隆还让他打理刑部和宗人府 云里忙得脚步粘地 然而 到了年底 麻烦来了 云里身体越来越虚弱 逐渐病倒了 作为一个石亲王双缝的清朝王爷 云里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他在病中持续给乾隆上书 恳请乾隆 减免江南诸省百姓所欠的曹像 卢克 学租 杂税等税赋 皆被乾隆允准 另外 云里在乾隆初年手握大权 也被很多投机者盯上 有许多人试图通过贿赂云里 而上位 多位得逞 云里称得上是一位清廉的王爷 孟子静心章句上中有一句话 得志 则家于名 不得志 修身健于事 云里作为清朝的果清王 身居高位 他能身正清廉 还不忘则家于名 足见其并非一般的八起熏贵可比 云里病倒后 在家中休养了一年 乾隆派太医多次上门为云里诊治 但效果甚微 乾隆三年的新春 云里破天荒的没有入宫参加新春朝贺 乾隆知道不是十七叔傲慢 而是十七叔已经病重了 为此 乾隆特地派清弟弟和清王洪昼前去探望云里的病情 洪昼回来后 说云里不容乐观 欲示乾隆亲自前往探望 一个月后 云里病逝 清始搞云上阵道 即日清零其丧 乾隆非常伤心 清零果清王府祭奠 是其好为意 由于云里膝下无子 乾隆特地让大阿哥永皇以孙子的名义为云里代孝 云里只有一妻一妾 生有一子一女 全部夭折 云里去世后 乾隆下旨将红燕过祭给了云里 继承果清王爵位 红燕是乾隆的六弟 雍正的第六子 是名副其实的皇子身份 而今成了云里之子 当然 乾隆这么做也有为自己扫清威胁之意 当年 雍正一照中让乾隆善待果清王 不要让他中途损伤 结果雍正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实在可惜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中 云里的结局算是不错的 他幼年并不受康熙重视 然而 他凭借自己的赤子之心和忠肝义胆 被雍正重用 并且迅速成为宗室中仅次于允祥的亲王 乾隆登基后 云里也为失宠一日 在清朝 皇叔能做到如此地步 已是不易 父亲是皇帝 儿子是皇子 长四级都统 拿亲王双凤 受两代帝王重用 纵观云里的一生 他有三大幸运 第一是出生稍晚 没有参与夺敌 第二是忠孝赤心 为人恭敬 雍正乾隆用踏而不移 第三是膝下一子一女全部夭折 这看似不幸 但作为皇叔 反而容易让人放下戒心 庄子说剑中说 诸侯之剑 以知永世为风 以清廉世为恶 以贤良世为己 以忠圣世为禅 以豪杰世为家 此剑值之亦无前 云里作为清代王爷 恰是一把完美的诸侯之剑 他的人生 虽然只有短暂的41年 却是争容的 无憾的 好了 本集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